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的职业艺术体操选手现在即将登上新的舞台 曾经遨游天际的机甲也将飞向地面绽放新的光彩 恭喜乔安娜和极光启提赛季卡新装 后续的皮肤形象爆料还请关注小力子的消息哦 与此同时本赛季也有三位角色幻影新装共同出现在舞台上 一位可以在赛场上尽情分支 一位可以操纵雷电 一位是优秀的教官 说到这里大家猜出都是谁了吗 各位选手准备好荧光棒 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应援了吗 目前女传活动还在火热筹备中 阿伟今天也会趁彩排去现场参观一下 哦 看来阿伟已经到达现场了 让我看看 咦 这个机甲各位驾驶员会不会有点陌生啊 新年出了新赛季 全新的机甲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据内部消息透露啊 新机甲常是军用机甲 持有两种武器 并且还拥有高科技之称的全息投影 与瞬间传送技术 烈金风霜的外观 似乎藏着一段神秘的故事 期待它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也请各位选手拭目以待哦 与此同时 机动故事又要迎来一位新驾驶员了 没错 各位期待已久的 麦冲新的驾驶员来信即将登场 他是一位游离在法律边界的生命科学家 据说他能让飞机的机甲重获新生 目前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研究 咦 这是 不不不 这个不能播呀 好了 今天的爆料会就到这里 与头我也准备赶去彩排现场 抢先欣赏 呃不 尽快协助舞台的幕后工作啦 请各位选手到时候一定要来应援哦 与头我爱死你们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